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志得其乐,我是何奇 在志得其乐这个系列,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西洋书法和港笔的东西 因为在香港,近年就开始喜欢西洋书法和港笔 但是呢,香港的网站就没有什么资料 所以交给大家去台湾的网站或者去外国的论坛 但是香港就好像没有什么论坛 没有什么人讨论港笔和西洋书法 所以我决定出来拍片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港笔的东西 第一集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西洋书法的东西 什么叫西洋书法呢? 按字面解释吧 西洋书法 西洋很自然地就是指西方世界的东西 西洋书法,我们先写中文 书法就是写字的艺术 那就是怎样的字才可以写得漂亮呢?就是这样 那对新手来说,我觉得有三方面可以去学 以及欣赏西洋书法的 分别就是在艺术上,在设计上,以及在工艺上 那之后我就逐点逐点去讲,好不好? 那首先在艺术上呢,我想分为两部分 那第一就是写书法的技术上 那第二部分就是指到底这些字 不同的字体怎样才能带出美感呢? 那首先在技术上来说 那就是每个字体到底你写得干不干净 写得整不整齐 有没有离航里纳 有没有高低不一 那这样就真的好靠大家平时的练习的 那还有每个字体都 它们的字高和距离都有少少少分别 要求上 那所以呢,就要靠大家自己 找洞路学,还有要自己练习 那还有,都很看个人的风格的 有时候就没有说多高才是绝对的 没有的,我觉得就… 那至于第二部分,就是不同的字体 如何带出不同的美感呢? 那我想举少例子,譬如说 美国的Spencerian 那其实写出来的感觉是很美国的 如果你看过一些用Spencerian 写出来的信件 一看一看一看,你就知道是美国人写出来的 有例如说Copperplace,这个叫铜板体 或者Italic,就是意大利体 这两个字体,写出来给人的感觉是很高雅的 那所以你有时看到一些分宴用品 都是用这两个字体写出来的 那问题就是,到底你怎样可以 写这两个字体的时候带出那种高雅高贵的感觉出来呢? 还有呢,再举个例子,就是哥德体 那其实哥德体就分两边 那现代的哥德体,那些筆画有时就很歪零歪秤 那其实给人的感觉就很反叛 例如说你在街上看到那些桃鸭 有时就是用哥德体写出来的 那就给人的感觉反叛 但是反过来呢 古典那方面呢 其实他们的 给人的感觉就很呆板 很死板的 所有东西都方方正正的 如果你有机会看一些书法展 就是展出那些 用 古典的哥德体写出来的 像圣经手抄本 或者那些歌词簿 其实你会看到他们的字体 贴得很迷 而且那些筆画就很方方正正的 给人的感觉很古典 很正经的 和很死板的 那第二呢 就是设计上面 设计来说就是说 你到底怎样去用不同的 视觉元素去做好配合 就令到作品更加美 在这里我就举三个例子 第一就是 颜色的配搭 第二就是 你到底用什么字体 第三就是 排版 比如说 你要写一张圣诞卡为例 那你到底用什么颜色的底子去写呢 那你写什么字体呢 和你的字又怎么放在哪里呢 这些东西看起来就好像很小微小眼 但是如果你做得好的话 都可以令你的作品增悉不少 最後就是工艺上 工艺上 我觉得就指 到底你对不同的书法用品 熟练的程度是怎样 那么 如果中国的书法来说 我们有四方面 有文房 四保 有紙 筆 墨 和演 所以在西洋书法 我们就不用磨墨 但是 都很好考虑 到底 如何用 和如何配合不同的 筆 和墨水 例如说 我写一张圣诞卡为例 如果我用一张红色的底子去写 但是 我就用一些 绘画墨水去写的话 因为绘画墨水 其实很透明 很稀 其实就遮不住底子的红色 有时候 色就不出了 如果在这些情况 就可能要用一些 稀身一点的色素墨水 那 发色 才 显得出来 而且 到底你写不同的字体的时候 你到底要用什么筆尖呢 和用什么筆去写呢 这些都是很考虑你的功夫 而且 用得熟不熟的 好 今集就说到这里 下一集 我们就介绍一下降筆好不好 好 下次见 拜拜